她用凡食灵膏堆上巧克力当身体如涂在顾客身上 把毛纱做成泥膜贴在顾客脸上 甚至把老爸店里顾客剪掉的头发塞进整套里 在她的扣门扫操作下让自家的理发店真正做到了止境不出 佩玲毕业后就来到了老爸的理发店工作 为了省钱过好日子 她无所不用其极 客人理发师剪掉了头发 她会一根不剩的全部收集起来 用它们放在盆栽里 佩玲表示头发中的蛋白质就是天然养分用来当肥料在喝时不过 一旁的客人听的是一愣一愣的 剩下的头发更不会丢掉 直接塞进座店里 久而久之就变得越来越古 好家伙这孩子可真是会整活 炎热的夏天空调都不给客人开 直接把吹风机换成冷风对着他们吹 刚理完发的客人气得破口大骂再也不来这里了 虽然佩玲的行为很奇葩 但在老爸眼里女儿绝对是个省钱小天才 几年前佩玲出了一场车祸 车子也几乎报废 可她却只花了200美金就自己动手修好了 正如你所看到的 近期格闪她用发绳牢牢的绑住 开慢一些不担心她会掉下来 考虑到炎热的天气 佩玲贴心的为自己的方向盘贴上了假发胶带 这样即便是炎热的夏天也不会被烫到手 看看这后时间就能明白这辆车经历了多少故事 就是不知道这样上路真的不会被交警扣下来吗 接下来还有更炸裂的 过几天自家的店里要举办一场新娘聚会 她不得已要去商店买一些护肤用的乳液和面膜 不过转了一圈佩玲觉得实在太贵 于是她的小脑袋挂飞速运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很快就驱车赶往了郊区的农场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不明白她来到这里要做什么 随后佩玲就向农场主表明了来意 并希望能够在他们这里找到能用上的东西 农场主听的是一脸懵逼 好家伙 可以顾客美容真的需要来这里买东西吗 很快佩玲就在这里逃到了心仪的宝贝 良通给牛羊做护理保养的凡事铃和一袋冒杀 农场主实在不理解这东西跟美容护肤有什么关系 不过佩玲自有打算商业机密绝对不能轻易透露 最终她仅仅花费了10美元就买到了这些用来护肤的原材料 如果要去商店里至少又得花上200美元 真是会过日子 到家后佩玲就准备开始调制独家护肤产品 她用凡事铃膏和巧克力混在一起再放一些盐 随后搅拌均匀 最后放进微波炉中加热几分钟 一个完美的磨砂护理膏就完成了 一旁的老爸表示不服不行 接着再把毛沙搅碎做成逆磨 这样保证不会被顾客发现 即便发现也没关系 毛沙本来就可以用来做成逆磨 到了新娘派对这一天 佩玲终于大放了一回 拿出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甜品免费送给顾客品尝 此时的客人们还沉浸在甜品带来的快乐 丝毫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将会面对什么 为了不露线 老爸小心翼翼的为客人涂上秘制的磨砂膏 佩玲则显得十分淡定 她一边为顾客敷着面膜 一边在谈笑丰盛 内心丝毫不慌 这一看平时就是没少干这种事 做完后客人表示皮肤变得更好了 绝对是一次物超所值的体验 客人的满意就是对佩玲最大的肯定 这也更加坚定了她抠门到死的决心了